今天的天气持续的不稳定 北台湾来说 其实跟昨天的情况是差不多的 尤其我们特别注意的是 北方因为封面持续的通过台湾 而且东北季风一吹下来 北台湾好冷好冷 尤其在清晨跟入夜的时候 感受是最明显的 而且雨还是滴滴滴滴下不停 尤其都是集中在东半部地区 会比较明显 不过南北两样晴 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从下一张的雨量的预报 来告诉观众朋友 其实很明显 因为在北台湾东部 像花东 宜兰还有台东 都是会有降雨的机会 而且其实在中南部的山区 也是会有可能降雨的 所以要提醒观众朋友 如果今天出门 想要到这些地方来玩的话 雨具记得期待 除此之外 开车要注意安全 原因就是因为缩滑公路 这几天因为是连夜降雨的关系 所以土石有松冬的情形 所以开车经过这里的时候 注意不要开太快 小心安全 而现在目前气温 我们来看一下各地的天气 南北差很多 越往南走 气温是越温暖的 没有错 因为再看恒春已经到25.5度了 可是台北现在还是只有22.5度 所以其实温差是蛮大的 而且是越到中午会越明显 所以今天如果是南北往返的观众朋友 衣服不要穿错了 如果往南部走 中午的时候穿短袖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南部的观众朋友要到台北来 那要注意了 那个外套可能要携带 而且语句也不要忘了 而最后的气象重点 要提醒观众朋友不可不知道 什么东西不能不知道呢 就是刚才一再提醒 苏花公路是有一些土石比较松软 除此之外 其实在台北的山区 如果到阳明山上也要注意 但是封面什么时候远离呢 在这个礼拜三开始 封面就会远离 天气也会回稳 所以在忍耐个两三天 天气就要整好了 那么以上是这一节气象资讯